新华社明波2月23日电梯,东海孤岛关通站的改革加速度,新华社记者居振华,告别高山之巅的航空兵雷达部队,对空班班长王伟,经过多次换乘汽车、轮渡和小船,终于在两天后登上了位于东海小岛的新单位东部战区海军某关通站,与他同时抵达的。 还有一整套等待列装的新装备。虽然新老单位的雷达探测范围在同一个区域,但受体制编制限制。 他们在信息交流、人员流通等方面,横跟着一道道有形或无形的墙,随着改革逐步深入。 这个关通站的新装备不断裂装,新使命不断拓展。 曾经一道道阻碍信息流通的墙,在官兵们同值班、同训练、同学习、同娱乐中已悄然消失。 关通雷达部队的驻地,不在高山就在海岛。 艰苦和寂寞总是相伴相随。 上站位盯着一圈又一圈的雷达扫辽线。 下站位是重复又重复的一日生活。 以前总觉得时间过得特别慢。 通信班班长毛韵良说, 今天重复昨天的事情。 明年重复今年的工作。 新兵重复老兵的一切。 感觉时间就像凝固了一样。 改革拨动了我们的时钟。 如今一切都加速了。 站长王振璐告诉记者。 以前是以分钟为单位记录海上目标。 如今得以秒为单位记录空中目标。 是名副其实的分秒必争。 一次时战化演练。 上等兵下天制, 担任空情信息记录人。 短短几个小时内。 他记录了上千组数据。 整个过程。 我几乎连眨眼睛的时间都没有。 改革加速度, 带来的不仅是工作节奏加快。 还有本领恐慌。 为了掌握新装备。 下市许裴轩, 来到战区海军航空兵, 某雷达旅跟班学习。 学不完的专业书, 练不完的心计, 能成了他当时生活的常态。 现已成为对海警舰雷达, 和对空雷达商量操作员的许裴轩说, 只有走出去才能反过来审视原来的自己。 是改革给了我们这样的机会。 在这个关通战工作时间最长的一级军事长范正军说, 强军改革释放的力量, 正推动着全体官兵向前奔跑。 在部队最基层的神经末梢, 也能享受改革红利, 与强军大潮同频共振。 原标题, 专家, 2020年美武弹机数量, 或超600架亚太格局将面临挑战。 资料图, F-35C隐身战机。 据参考消息网站, 援引美媒1月4日的报道称, 美国海军即将迎来里程碑F-35C战机, 下个月将可以投入战斗。 军事专家在接受央视采访时表示, F-35C上航母将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动作, 将使得美国继续牢牢把控着绝对的海空优势。 2020年, 美国五代机数量有望达到600架, 这将给亚太安全格局带来重大挑战。 美国海军发言人劳伦查特·马斯, 日前在接受采访时说, 美国海军F-35C达到初始作战能力的时间没有推迟。 报道称, 2018年12月, 加利福尼亚勒穆尔海军航空基地的第147攻击战斗机中队的F-35C在卡尔文森号航空母舰上, 顺利通过了航母服役资格测试。 F-35战斗机联合项目办公室和该飞机的制造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也发布消息称, 空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所有三个F-35型号都将进行实地测试。 联合项目办公室发言人乔德拉维多瓦表示, 初始作战能力和评估测试, 预计将在今年夏天结束。 按照计划, 第147攻击战斗机中队将成为美国海军第一支投入使用的F-35C中队。 一旦初始作战能力准备就绪, 第147攻击战斗机队将于2021年在卡尔文森号上首次部署。 军事专家杜文龙认为, 全球最先进的隐身舰载机F-35C与全球排水量最大的航空母舰,形成强强组合,将明显拓展美国航母编队的作战能力。 届时, 美国将成为全球首个拥有五代舰载机的航母编队。 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动作, 目前, 全球上没有一个国家拥有能与之匹敌的战机, 使得美国依然牢牢把控着绝对的海空优势。 杜文龙指出, 战机形成初始作战能力,和具备正式的作战能力,还有一定的距离。 F-35C,应该会先在米米兹级航母上,与FA-18大黄蜂协同作战,形成联合指挥系统。 这将为他今后登上福特级航母,打下良好的基础。 F-35C的服役,比空军的F-35A和海军陆战队,F-35B服,都亦更具化实弹意义。 C型上舰,将对地区安全局势,构成重大影响。 杜文龙如是说, F-35C,一旦部署亚太, 该地区大国之间,空中对抗的条件或将彻底改变。 军事专家李立说, 在F-35A,B,C3型隐身战机均未服役之前, 各国空中搏击,空中打击,空中反击的能力基本持平。 而F-35A,B,C的陆续服役,且形成作战能力,将逐渐打破这种平衡。 目前,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已经交付各型F-35战机,共计300多架。 数量非常可观,并且还将以平均每月超过10架的速度继续交付。 到2020年,三型F-35,加上已有的187架F-22, 美国五代机数量达到600架,几乎没有悬念。 到那时,现在这种大国空中对抗的战略平衡,或将被彻底打破。 亚太地区整体的安全格局,也将面临重大的挑战。 秋月,地震,海啸,台风,火灾,为帮助孩子们提高防灾意识。 日本自卫队首次推出防灾卡牌游戏。 这套卡牌游戏,总共包括40张牌。 其中10张代表地震、海啸、暴风雪、生物危害等不同灾害场景。 另外30张为代表相应应及部门的人物形象和装备等。 游戏时,玩家选定灾害场景卡牌后,需从另外30张卡牌中,抽出7张与执行相应救援任务配套的卡牌。 选对极为获胜。 地震等灾害的等级,以致投资方式决定。 据日本天空新闻24小时网站报道,这是日本自卫队首次参与推出防灾卡牌游戏。 现阶段这套卡牌游戏,仅在去年遭受暴雨灾害的岗山线推出。 未来或在日本其他地区推广。 参与卡牌设计的石井龙京说,希望这套卡牌游戏,能成为人们提高防灾、减灾意识的契机。 乔颖、新华社威特搞,法国国防部长弗洛斯·泰尔利近日表示, 法国决定研发高超音速武器。 法新社评论称,此举表明,法国政府对军事航空航天事业的持续重视。 法国新摆太空战略,也将呼之欲出。 保证太空资产安全。 帕尔利在访问空客公司总部时曾凑露,太空是事关国家安全的关键领域。 法国政府近年来对该领域关注度,不断提高预算从2008年的3亿欧元增至2014年的6亿欧元。 并从2019至2025年财政预算中划拨36亿欧元。 突破防务网站称,这些投资已收到成效。 2018年12月19日,法国成功发射首颗CFO军用侦察卫星。 按计划,2020年还将发射三颗CFO系列卫星。 2020-2022年,发射两颗通信卫星。 尽管法国太空事业稳步推进,但帕尔利仍表示担忧。 他认为,由于无法在太空领域,及时跟上其他大国步伐,法国军事活动,电信通信,甚至日常生活,都将受到严重限制。 报道称,早在2010年,法国就呼吁制定一份由法国主导,欧洲其他国家共同参与的计划,推动太空能力现代化发展。 但由于缺乏紧迫性和资金,该计划一直果足不前。 随着军事活动,越来越依赖太空设施获得稳定通信,可靠导航和持续不断的侦察及监视能力。 GPS,智能手机和互联网的广泛使用,也令民众对卫星产生依赖。 因此,在太空轨道上运行的军用,民用卫星,已成为法国重要的战略资产。